RG35XX-SP 大家好,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繼續介紹 Ambonic 的 RG35XX-SP 上次推出後,也有網友覺得原廠的系統差一點 例如Sleep 的手機,它會用電量非常快玩完 所以你不再重新遊戲 我也回答過他們,如果有自製的系統 是有機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網上已經有一兩個系統可以使用到 我今天介紹的是 Min UI 顧名思義,應該是minimize 它的 User Interface 最主要就是,這個機器可以自動Sleep 可以繼續翻遊戲 就算關掉機器的時候,它都可以重新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大家覺得原廠的不夠好 又很需要這個功能的話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安裝 好了,首先我建議大家 不是必須的 如果大家不確定想不想用這個系統 想試一下 如果不夠好,想回頭 我建議大家只剩一張新卡 就可以把原廠的 Backup 之後 然後就在一張新卡 燒下去,再在新的那張卡 再加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不需要的話,就可以 skip 我開頭的過程,因為只是 Backup 而已 首先我們需要這個 image USB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來到這裡就按 free download 然後交叉了這些廣告 然後就可以按 free download 就可以下載了 我已經下載了,我就不再按一次 我們還需要它那個 main UI 的軟件 來這個網站,我也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什麼 features 雖然不太多 支持的遊戲都不是全部都有的 是這些 這裡沒有寫的應該是不支持的 所以如果你是玩 PSP 或者會玩 Dreamcast 那些 就不適合用這個 但是如果你主要是玩 Game Boy Advance 任天堂那些 小量 PS1 CG Genesis 總之這堆啦 PC Engine 都可以的 來到這裡就 grab the latest version 先按一下 再來這頁 我們下載的 我們下載的 base 再下載的 extra 我也下載了,就不再按了 OK 我們首先就 back up 了 我們的卡 剛剛已經下載了一個 image USB 這個 加進去 OK,加進去 那裡面有一個 image USB 先開開 OK,接著現在先插你的 SD Card 進來 經一個 USB 搭配 OK,我的是 E Drive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OK,我先選了它 接著 Step 2 那裡 我們要 create image 從這個 USB Drive 接著在第三個 Step 2 這裡 就 放在哪裏 我就放在下載 接著 開一個 Folder 叫做 RG35 XXXP 所有東西都放在這裏 我再開一個叫做 Original Image Backup 你不一定需要好像跟我一樣 但是 我清楚少少少 建立一個叫做 Backup.bin 那 就 save 就OK的了 然後在這裏按 Create 那它就開始了 對 需要一點時間 那 一會兒再回來 好了,我那個已經 Backup 在這裏 OK 那 57.9GB 那我現在插一張新卡 然後再插進來 對 總之 我翌日有什麼 不見到的卡就好 什麼都好 用這個 Backup 就可以 Restore 回 我的原廠系統 OK 我這個是空的 SD Card 那 再開回剛才的 USB 那 這次我們是Write Image 我們是 又是 因為我插了一張新卡 都是E Drive 來的 那 Step 2 就是Write Image 跟著選擇 哪個 Image 去吧 剛才 Backup 那個 去回 OK 跟著就這樣 Write 問你是不是 Yes 清楚了 因為會把所有東西都洗掉 那 又是要一點時間的 等它寫回一張卡 那 我結束後 就會有兩張原廠系統的卡 那 跟著呢 我們再 Add 東西 才安裝這個 Min UI 好 然後再回來 好 當你見到這樣 就完成了 OK 那我們 Exit 那 現在可以把卡 插到 SP 上 試試可否 那 Work 就可以繼續 以下的步驟 好了 好了 我就試過這張卡 沒問題的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 我們的步驟 如果大家先頭沒有做到 Backup 這裏可以繼續 解壓這兩個 一個是 Base 一個是 Extra OK 在這裏 我們首先弄個 Base 先 開一張卡 先 開一張卡 對啦 我們首先去 RG35XX Plus 這裡 把這個 Dopin File drag去你的 SD Card 的根目錄 對啦 跟著呢 把這個 ROMs 呢 因為有之前的遊戲 如果不想搞亂 可以 弄了 ROMs 2 對啦 BIOS 呢 現在就 過了 BIOS 進去 ROMs Strength 進去 因為那些 Folder 有點不同的 對啦 我先打開這個 我之前的 ROMs 譬如 Game Boy 呢 我本來就叫 GB 對啦 那它就 有少不一樣的 名字 Game Boy Advance 我放進去 我就這樣把它 Move 過去 對啦 不用浪費 OK Game Boy 啦 如此類推 我就不拍下去了 你自己 加Game 啦 放Game 過去啦 OK 這裏原本有的 這裏我放了 跟著呢 我們開了一個 Extra Extra 呢 對啦 BIOS 我們 我們 放回 BIOS 啦 OK 跟著 E-Muse 都放過去啦 基本上 把這些全部都放過去啦 對了 ROMs 應該多了一堆東西的 看看有些什麼 Picco 8 好像本來沒有跟這個遊戲 有沒有呢 有的 也有的 好 我先不弄光了 只是試一下給大家看 OK 大致就是這樣 現在可以插回 卡內的 安全退出 插回卡內的 SP 上 OK 插好卡 就開機了 好 你們第一次開應該有個安裝 那個東西的 接著就輸入了 那我因為已經開過 所以 已經有了 它少了很多選擇的 但是呢 簡化了很多東西 就快了很多 大家如果有玩過 就知道 剛才開機進來 如果原廠官方那個 是會很慢的 那剛才進來 真的 十秒左右 已經進來了 這個是快了 但是就簡化了很多東西 就沒有了 那些 icon 啊 遊戲圖啊 等等的東西的 那如果你是 prefer 那些的話 就不要用這個了 那它簡化了些東西 就快了很多 那它 其中一個最好的東西就是呢 當你在玩的時候 即時關機 它可以再開機的時候 直接 直接 回到那個遊戲裡 我一會兒試試這個 那我們先找個遊戲 試試 好了 玩沒問題的 那譬如我想 我想睡覺的 直接睡覺沒問題 這個用電量 我就不確定 跟之前 會不會有很大分別 但是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關機的話 它直接有個 quick save 接著就關機了 幾快 看看 接著呢 我們開快 直接進去遊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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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好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 不太介意 那些 遊戲圖啊 icon啊 那個layout的樣子啊 等等呢 這個簡化了所有東西 就令到你可以 繼續遊戲 即隨時關機 隨時開機玩 是非常方便的 我覺得這件事都頗方便的 是的 如果真的玩開Gameboy 那些遊戲 這個都 真的不錯 雖然呢 它就很簡化 那個 系統啦 但是呢 應有的它都盡有的 你可以按Menu 在遊戲的時候按Menu 你可以Save Low Save 有Options 很多東西可以選擇的 Frontend這裡可以選擇它的 Screen的Scale 這些等等的東西 跟著呢 模擬器那裡 亦都可以調整顏色 非常之多選擇的 就是以前任天堂那些 顏色啊 有PAL顏色啊 等等 好多的 是的 Sound Quality 亦都可以調整 要不要Filter 還有 還有 有時候呢 如果你的遊戲 有小疾的時候 它還可以Overclock 是的 當然這個注意就是 Overclock的話 就不要玩太久 以免過熱的問題 是的 那Controls 也可以改制的 Shortcuts 這些 等等 雖然 不是很多東西 但是 我覺得足夠用的 是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想 不喜歡用這個系統 試了 如果你想轉回來 可以放回剛才那張卡 原廠的卡 就可以了 或者你沒有另外一張卡 再做回剛才那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刷回那個圖片 去回那張卡 就可以回復原廠系統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如果再有其他的 系統大家想我試啊 想我成的 就留言告訴我吧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的 我就再拍片 和大家分享 是的 今天就說到這裏 喜歡這條片 請大家不要按LIKE 還沒按訂閱 記得按訂閱 再按按鈴鈴鈴 那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 description裡面有了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